欢迎两位 小片当中说 这是你理想的男生 是吧 是的 能描述一下 理想的男生是什么样吗 人心肠特别好 然后长得很高 对我也很好 这三个是最主要的 他完全都符合了 是吗 之前是符合的 之前是符合了 恋爱一年多 是吗 对 是的 今天来的主要要求是什么呀 因为我跟他两个 也谈了一年多了 本身我年纪比他大 就是冲着结婚这个目的去的 但是现在我觉得 他对我和之前相比呢 有很大的一个变化 对我没有之前那么关心呢 而且经常会说 他工作很忙 也没有时间来陪我 所以我觉得没有安全感 所以就是希望 他能够给到我一个 肯定的一个承诺 什么承诺 能够确定跟我结婚 什么时候结 一年内 你有没有跟他说过 说我们俩结婚的事 说过 你怎么回答的呀 因为我现在一无所有 我刚开始从事一个 我自己喜欢的工作 需要时间来沉淀一下 所以我给他的时间是两年 两年之内我不考虑结婚 你提的是一年之内是吧 对 哎呀 这可麻烦了 怎么样现在两个人处的 他跟我说嘛 他最近的时间都是 要放在工作上 想花时间去奋斗事业嘛 嗯 其实我也是挺能理解的 但是一年多的时间里面 他换了四五分工作了 说明他的心根本就没有静下来 还是比较服的 他怎么去奋斗他的事业啊 怎么去实现他给我的承诺啊 因为那个时候我刚毕业了 刚毕业肯定想找一份 自己喜欢的工作 那你刚毕业就是借口嘛 做什么事情 人家有些人刚毕业一份工作 也能做五六年 做个七八年的呀 咱这样吧 你也不是他们公司的人力资源 咱不说他工作这点事 行不行啊 咱说他跟你的感情可以吗 他对你好不好 他以前对我是挺好的 但是自从他去换了那个 健身的这个工作之后 他对我跟之前就完全不一样 他经常用他的手机啊 还有微信啊 跟他那些客户去聊天 而且聊的内容 都超过了普通朋友的关系 什么亲爱的呀 宝贝呀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看了之后特别不舒服 你看到那一个 那一个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我们彼此聊天都是这么聊的 就是一个泥沉而已 而且那个女生的话 跟我所有的朋友 都是这么聊天的 那不单单是我一个 但是你手机里面 跟好多朋友 都是这样子去聊的 而且之前我给他去发消息 他都是秒回的 但是现在经常不回我 就是有一次嘛 我就跟他去发消息 早上八点钟给他发的 等到下午五点钟还没有回复 但是他在微信 在朋友圈里面 发了好多条动态 而且还在里面 跟别人在那里 评论啊在回复 那他明明拿着手机嘛 他又不是没看到我的消息 他怎么就不给我回呢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有什么事就跟我打电话 不要跟我发微信 因为我现在做这份工作的话 加了好友比较多 所以说我现在一般的话 就不会去看微信 那你又不是没用微信 我们之前也都是 用微信去聊的呀 那你看到我的消息之后 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 跟我说一下呢 就总是让我在那里等 问一句啊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我们俩是 因为之前参加一次活动嘛 就是跑步的一个活动 因为我跑不动 然后就跟大队伍 就离得特别远 当时他看到了 就主动减慢他的速度 然后下来陪我 跟我一起跑到终点去 然后就认识了 后来对他印象也特别好 那谁主动追的谁啊 他追的我 你知道他比你大四岁吗 知道啊 只要我喜欢他就够了 喜欢他就行 你朋友们怎么看 你们这段感情啊 有人说吗 有人议论吗 有 有一次他们公司有个活动 他就把我给带过去了 我们晚上一起去吃饭的时候 他那个朋友 我也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啊 就在那里说 找女朋友 千万不要找比自己大的 因为比自己大的 特别是女生嘛 到了三十岁之后啊 脑子就特别快 以后呢 你要是想出门 你都不好意思带出去 而且当时我也在桌子上嘛 本来我对于年龄这个事情 就特别介意 我就想他站出来 主动帮我去说两句 他什么话都没有说 还在那里附和他的朋友 后来我饭都没吃 就直接就走了 他也没有说出来要送一下我 第二天他还跟我说 说我不对 我知道你介意你年龄的事 所以我没有跟我任何的朋友 包括我同事就说这些东西 假如说我嫌弃你这块 嫌弃你那块 我会带你吗 那你明明知道 我对这个事情很敬意 你当时怎么就不帮我说话呢 你希望他说什么 他可以去说 他说我觉得这个年龄 都不是问题嘛 这个只要两个人真心相爱 两个人有感情 都没有什么问题啊 所以他没有反驳意味着 就他自己心里面 还是对这个事情 是有意见的嘛 只是说他在我面前 没有表现出来嘛 那个 那个